中央社记者尤凯翔台北四日电今天是除夕团圆夜,立法院长苏嘉全也拍摄贺岁影片,祝福民众新年快乐 他表示,未来的一年将在立法院通过更多福国立民的法案,让企业有更多挥洒空间,也能照顾弱势朋友 苏嘉全在脸书粉丝团苏嘉全萨吉亚西安发布贺年影片,除了 回忆他小时候除夕团圆的点滴外,也向民众诉说立法院在新一年的愿景规划 苏嘉全表示,不管是在外工作或面书的民众,都会在除夕夜晚回到温暖的家团圆 过去流传一段故事,长辈在他小时候常说,年寿会在除夕夜吞噬家人,因此当天晚上都要吃衣 总叫做波棱仔的菜,当年寿侵袭时,波棱仔就能带领大家团结起飞,躲过那场灾难 苏嘉全认为,这是古老祖先的传说,以现在的角度思考,应该是想 让每一年的除夕夜能够团结,让家人、家族能更紧密地结合 针对新春愿景,苏嘉全也提出立法院的愿景规划 他说,立法院的在新的一年要通过更多福国立民的法案,并让企业更能够有挥洒的空间 也能照顾更多弱势团体的朋友,若民众有更好的意见,也可提供给立法院作为参考 苏嘉全最后说,新的年度充满了希望,希望台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是一个幸福的国度,就如同 媒体所报道的,台湾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,也祝福所有好朋友新年快乐,诸事如意 编辑,苏志宗10800204